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GraphPad Prism进行卡方检验以及相对危险度的计算 我们先打开软件,双击鼠标左键来到欢迎界面 然后在左栏这一栏看的这个Contingency 其实这个Contingency Tables就是我们平常见的列连表 如果它是两行两列,那就是二乘二的列连表 也就是我们平常常说的四个表 然后它会告诉你每一行是代表一个暴露因素或者是某一种治疗 然后每一列是代表一个愈后 每一个框框里面的值是精确地发生了某一件事情的个体 那也就是说在每一行它有吸烟或者不吸烟 那AB代表着发生了某一种病 病例组或者是没有发生某种病 Ctrl组对照组 那么就是说吸烟组有多少个人患了病 吸烟组有多少个人没患病 然后从不吸烟的又有多少个人患了病 又有多少个人没有患病 然后它得到的图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今天我们就输入原始数据 然后尝试一下如何使用卡方检验以及计算相对危险度 那如果要计算相对危险度 我们今天就选一个前瞻性的对立研究的数据 比如说我按照刚才的吸烟组smoke 吸烟组和不吸烟组never smoke 比如说患病患了某种病 比如说肺癌或者是不患病 好那如果吸烟组呢 它有12457个人患了肺癌 吸烟组没有患肺癌的呢 有248个 然后从不吸烟的呢 有2469个人患了肺癌 没有患肺癌的呢 有24698 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计算 是否吸烟和不吸烟 他们患癌的这个率会不会不一样 以及呢计算他们的相对危险度 是不是吸烟呢 就会更容易增加这个患癌的这个风险 那么我们点击analyze 然后呢来到这个contingents table analysis这里 然后点击kisquare and fissure's exact test 卡方检验以及fissure精确检验这一栏 然后选择我们要分析的两组数据 点击ok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选择 我们是要计算相对危险度 因为这个是用于前瞻性的数据的 然后呢 我们今天决定选择卡方检验室 我们就选择卡方检验 然后在option这里呢 你可以选单边或者双边 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A组和B组比较 到底是A组大于它还是小于它 所以我们选择双边 如果你确定某一组是一定大于另外一组的话 你就可以用单边 那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选择你所需要的置信区间 通常我们选择95%的置信区间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选择选择99%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数值 然后呢 我们就计算相对危险度 是用它推荐的这个方法 然后后面的这个output呢 是计算是否有统计学义之后呢 用多少个星来代替这个 是否具有统计学义 就是这个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义 好 然后我们点击OK之后呢 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卡方值是多少 然后呢 它的自由度是1 然后呢 它的P值呢 是远小于0.05的 也就是说 它们之间的换病率肯定是有差异的 然后呢 它的相对危险度呢 是10.79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RR 然后它的90% 是我的知情区间呢 是10.39到11.20 然后下边呢 它就是对数据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总结归纳 然后这是每一行 大概有多少个百分比的人吸烟 然后有多少个人没有 就是吸烟的有多少个人患了病 然后有多少个人没有患病 然后这一栏呢 就是每一列吸烟的 它的比率 患了患病的比率 以及没有患病的比率 然后这是整整体的人群里边吸烟的患病的比率有多少 患病的比率有多少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一栏呢 它会提示你是不是考虑Facial精确检验 而不是直接用卡方检验 因为它说Facial精确检验呢 可以计算一个精确的P值 而卡方呢 这个检验呢 只是计算一个大概 但是呢 我们平常就是如果说这个样本量非常大的话 也就是说当样本量大于等于40的时候 它们两个的差异呢 其实是比较小的 就是两种统计方法 差异比较小 但如果是样本量小于40的时候呢 这个差异呢 可能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大家就应该根据这个样本量的大小去决定 是否使用卡方检验 还是使用Facial的精确检验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 讲如何使用Granpad Prism 进行卡方检验 以及计算相对危险度的一个具体操作步 步骤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